我们再来看到桃园一名女学生 她日前在路上捡到三大袋的纸钱 送到警局去招领 连警察也吓了一跳 住在桃园的这名黄姓女学生 她本月9号和同学在路边 看到地上有三大包物品 好像是装着钞票 打开才发现袜里面是一捆捆 如同纸钞大小的再生纸 上面是印了名符的名字 才发现捡到纸钱了 青年虽然觉得毛毛的 但是担心说施主的祖先 可能会没钱用 所以还是将纸钱送到派出所招领 就连受理的警察也说 这是她第一次遇到 识过纸钱的识经不媚